如果核电站发生爆炸 逃出多少公里外才安全 像韩国这样的小国 直接准备移民到海外 众所周知 核武器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破坏性的武器 1935年在日本广岛一枚只有4.9吨的核导弹 就炸死20多万人 而且在核弹爆炸的范围 十年内寸草不生 如今韩国一所核电站 装有400吨核燃料池的冷却水正在泄露 一旦核燃料与空气接触 就会发生爆炸 就在韩国要完蛋的时候 一群逆风而行的宋子队站了出来 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 走进核电站修复裂风 在站长的带领下 25名宋子队来到了核燃料池水池的下方 此时的冷却水已经泄露了一大半 而有些人还没开始作业就倒下了 为了能让大家身体承受能力极限 之前完成修复工作 老站长将人员分成三组 下令让第一组快速搭建作业路径 此时的冷却水已经超过膝盖 在如此强烈的辐射下 第一组人员很快坚持不住 他们每个人只能工作几分钟 时间一到立马换上另一组人员上 如此强烈的辐射下 即使他们全服武装 里面的辐射只也足以让他们吐息 防护服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当修复工作还算顺利时 水池底部的裂缝突然扩大 更多的冷却水清洗而下 修复工作完全失败 池中的冷却水将会在一小时之内全部流失 因为整个作业过程全程直播 所有人都知道核电站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纷纷想逃离韩国 随着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站长想结散队伍 让大家回去见家人最后一面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 一个阿西巴突然站起来 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说只要把蓄水池的底部炸掉 然后把下面的房间封死 那么下面的房间不就形成一个蓄水池了吗 众人听后恍然倒 然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 不行也得试一试了 但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那炸天花板和堵门的工作需要同时进行 也就是说炸天花板的人将无法离开房间 那是愿意来完成安装炸弹这个工作的 当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 阿西巴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是这群人唯一一个懂爆破的人 和对我简单告别后 他缓慢地走进房间 随着铁门的关闭 阿西巴开始安装炸药 被友们在门外含着泪将钢门焊死 他们亲自为兄弟建造了坟墓 而政府人员看着都目不转睛 他们担心的只有能不能成功 安装好炸药后 辐射的创伤 让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阿西巴吃掉了所有剩余的止痛药 他的身体也开始不听使唤 但站长让他再坚持一会儿 因为门缝还没焊接完成 面对着自己生命的倒计时 阿西巴拿出手机箱和家人道个别 但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于是他看着防护头盔上的摄像头 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家人做最后的道别 瑋瓶 我不能 Dav ich 你能看好 我抱歉了 你沒有 我沒有您沒有 您沒有 他和您好的 我沒有 您的 我沒有 還怪我 你 要 我的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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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船佛 你生命了 我日不合同,你友好 你干了 我也和你到一天 相公平的一天 和你一起保持担心 我每天你做的心肪 都吃了 好了 你身体能保持心 但你心情不冷 那你心情是安堵 你回忍做了你的信心 你把勇敢付交交后 你把勇敢共生了 想永久 你真是邪欣了 你真是 真是 真是 真是幸福的 你真是 真是好生命 我 我何事做得好 你以为我死了 可惜了 可惜了什么意思 妈 我 幸福 那� 我 小燕姐 我 小燕姐 小燕姐 我 小燕姐 人管我 展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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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真的不想成为这个英雄 但他别无选择 于是他让所有队友出去后 然后颤颤巍巍的按下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每个人都朝爆炸声看去 危机终于解除了 这让韩国总统捏了一把汗 一个国家却靠一个胆小的平民去拯救 那是多么讽刺的事 不久后 所有参与救援工作的工人都死于辐舍 总统开心的为他们主持了追悼会 一副是不关节的态度 实在是太可怕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有些孤岛竟然将河污水排放到整个太平洋 简直有为天理